那么道者心藏无价珍 我们那个宝就是能够藏着无价珍 无价的珍宝都在我们这个心中 所以我们要了解是最富有的 最富有的就是我们有不生不昧的真心佛性 那个是无价的珍宝 我们要了解说我们每个人都有无价的珍宝 那么知音科无价珍用无尽 这个无价珍我们用都用不完的 这个不管几生几世都不会用完 它是长存的 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个无价珍 利物应积中不立 我们那个无价珍可以利物可以应积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在凡尘 那个利物 我们要知道说凡尘的这些所有这个东西 是经过我们人然后改良 经过我们人去种族 像那个稻米 我们一经过改良以后 越种就越好吃 水果也是一样 经过改良以后 那个水果就不一样的那个吃的那个味道 就完全都不同 那个叫做利物 利这个所有的东西 让我们人来用 能够利物 然后硬着那个鸡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硬着凡尘啊 众生的根基 绝对会把最好的最上肾的 埃兆员呈现 让众生得到利益 那么三身四肢体中原 这个三身就是法身 报身以及化身 三身 那三身在我们身上 都全部具备 我们的佛性是法身 然后我们波罗妙智慧 就是报身 我们的行为就是化身 所以三身都在我们身上 这样了解意思吗 了不了解 我们佛性本体就是法身 然后我们产生的波罗妙智慧 有智慧来处理事情 那个叫报身 然后我们的行为叫做化身 因为行为很多 所以有千百亿化身 一个行为一个化身 所以这个三身就在我们身上 那四字 各位前前还记得四字是什么吗 记不记得 就是我们之前讲的 那个八字变成四字 第一个就是第六意识变成妙观察字 第二个就是第七的莫娜识变成平等性字 第三个就是把眼而鼻舌身 然后我们变成成熟做字 然后第四个就是阿赖耶士变成大圆镜字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身上都全部具备这个四字 那么第一个 那个第六的意识转成妙观察字 那个最重要 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用的就是第六意识 第六意识 我们马上看到现象 马上伸出念头 那个已经在日用 日常在用 那我们用意识会落入取舍 有取舍会造业 然后我们用妙观察字 因为妙观察字会见灰功 见到灰有为功用 灰有为功用 就是我们佛性本体 所以也称作死节制 开始觉悟的智慧 所以那个把第六意识变成死节制 那因为观照 是观照我们佛性本体 叫本觉理 本觉就是佛性本体 用我们佛性发挥的 那个妙观察字 死节制来观照佛性本体 然后何以大觉 因为我们的觉性 俊熙空骗法界 非常宽广 何以大觉 然后成究竟觉 究竟觉就是佛的果位 所以我们从死节制 观照本觉理 何以大觉 成究竟觉 整个修持构成 就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了解说 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死节制 已经开始觉悟了 不再反尘流浪 我们再反尘流浪 就是没有觉悟 那么已经觉悟了 就不再反尘流浪 再反尘要受苦 那我们可以脱离这个苦海 所以用第一个妙观察字 能够见到我们佛性本体 所以见灰宫 然后把那个第七的莫纳斯 就变成平等性质 所以我们佛老师说 要我们培等 培养德性 那我们德性是 所以建立不起来 就是分泌心太浓厚 那分泌心太浓厚 德性就培养不出来 那我们能够平等性质 就是人与人之间 都是平等 那平等了以后 分泌心就没有那么浓厚 人与人平等 人与物平等 物与物平等 整个都是平等 那平等了以后 分泌心淡薄 那分泌心淡薄以后 我们就容易建立 建立那个德 所以我们对所有众生 都尊重 叫供养之佛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 就已经在供养之佛 就已经在培养德性 这个是很重要 把那个第七的莫纳斯 转成平等性质 那平等性质的时候 心无病 心没有病了 就是没有分泌心 心就没有病 那第六跟第七两个 转了以后 我们就转前面的五个 眼耳鼻舌身 那眼耳鼻舌身 因为它没有肠意的地方 所以眼耳鼻舌身 眼睛所看到的 耳朵听到的 鼻子吻到的 嘴巴吃的 身体触摸的 它都归入玉地 都是归到异地来 所以第六的异地 我们就已经前面转了 然后用那个妙观察制 跟平等性质 来指挥前面的眼耳鼻舌身 要他听话 叫做成熟做智 完成我的命令 你去做 完成 妙观察制 跟平等性质的命令 然后眼耳鼻舌身 去做的叫成熟做 成熟做的智慧 所以成熟做 同眼镜 跟眼镜一样 然后最后 第八的阿赖约斯 就转成大圆镜次 所以我们 这个普通 就是没有这一种 大圆镜的智慧 那假如说 我们把我们整个 这个面孔 都当成一面镜子 那事来就折现 事气就不留 对不对 我们整个脸孔 就变成镜子 事情到了 整个形象都呈现 在我们眼前 然后事情一过去了 我们全部脑海都不留 事来则现 事气则进 事来就显现 事气就静下来了 那个叫大圆镜次 那我们有大圆镜的智慧 就没有取舍 没有喜欢讨厌 没有喜欢讨厌 不造业 不造业就不受苦了 所以我们能够 把那个 第八的阿赖约斯 修成阿摩罗斯 阿摩罗斯叫做无垢 没有无垢了 完成的无垢都没有 无垢是 已经恢复了 所以这个三身四肢 体中元 三身四肢 就全部具备 在我们身体上 身体全部具备 有三身四肢 在我们 这个佛性之中 全部都有 体中元 非常的圆满 在我们这个身上